事情是这样的 这两天不是突然断根了 然后我在某平台随手发了个书页的视频 表示要休息两天 顺便看看粉丝会有啥反应 结果看完差点要多住几天 没错 当时的视频是这样的 然后打开评论区 本来看到最多的应该是希望我能好起来 早点康复之类的 结果 好多都说准备吃席的 差点被浸上火要多住两天 兄弟们 我福建这边吃席是十人一桌 你要挣来了还得包个大包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 我就是熬夜熬得有点过分 这几天喉咙有点发炎 因为想快点好就选择书页 所以医生让我多休息 看来我是要多休息了 哦对了 最后再说一下 看完可别叫你同学去收 南眉小小子吃席这几个字啊 我可不想再来露搜实例看到他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小子牛皮